老者甩动鱼竿,竟将百米外的渔船勾住,他要把船钓上岸,渔船受到了内力牵制,渔夫奋力滑脚,却分毫未动,眼看渔船就要被老者拉散,白衣侠客只好跃上岸来 麻烦您老人家把船帮我拉过来吧 你知道我是谁吗 侠客猜测,江湖上用渔钩做武器的只有湘江渔人和寒江钓手,但寒江钓手在江湖中地位极高,不可能在这儿等他 党服就是寒江钓手 没想到寒江钓手这等身份竟然也是独孤门的人 寒江钓手来势汹汹,侠客竟空手迎战 侠客叫管中流,是静音师太的高徒,虽出入江湖,但功夫不弱 几番钓手便一掌击退寒江钓手,管中流趁机亮出白剑,披上战袍 此时童子也开始抚琴奏乐,钓手认出这是峨眉山的落日剑 收起轻蔑之意,使出了杀招,轮起鱼竿就要吊他 管中流凭借身法躲过攻击,随后剑纸回收缠住了鱼钩 寒江钓手看出此战毫无胜算,甩出斗笠,虚晃一招,跳入海中顿走 三人继续赶路前往武当,行之岔路正好遇到云飞扬 这是云飞扬和管中流第一次见面,殊不知日后两人将是一战到底的死敌 管中流这次拜访武当,是奉师父之命,送九段保单给轻松疗伤 前辈,请收下吧,恭敬不服从命 管中流事件如命,苦烈鹅眉落日剑法十余年,自认无懈可击 但在武林中,论起剑法,武当的两门剑却排在首位 他想借此机会与轻松一较高下,可轻松早已淡薄名利 以友伤在身为借口拒绝应战,不想管中流咄咄逼人,武当山那么多弟子,难道就没有得到真传的 学武之人,是志在强身体,如果志在求胜败,就容易误入我道 见有人藐视武当剑法,师兄弟们心中不平,清晨,谢平主动请战 但武当有解剑的规矩,管中流的剑不在身边,他精命童子折下树枝迎战 此言一出,谢平更怒,提剑就刺,云飞扬藏在暗处,只看了一眼便知胜负 各派剑法各有所长,临阵对敌,比的是谁的功力深厚,谁的破绽更少 谢平的剑招破绽百出,接连被点中药学,没过几个回合,谢平就被绞了谢 其余几人还想再战,这时白石赶来,请管中流到大殿,轻松要教训一下他 以轻松的身份,当然不会和小辈直接动手,二人以口述见决决胜 管中流还是不服,提剑辨次,丹凤朝阳,一招七学 管中流被绞了谢,管中流落败,对武当的功夫也刮目相看 扬言,武当功夫虽高,但可惜后继无人 言外之意,在同辈师兄弟中,无一人是他对手,随后大笑离去 六个入室弟子,竟无一人是管中流对手,轻松决定将武当六爵的精药亲授给六人 武当两仪剑法,阴阳霹雳掌,飞云中七暗器,雷霆双结棍,蒙虎开山刀,镇吼锁命枪 这边,小师妹见云飞扬整日受师兄弟欺负,决定教他几招功夫防身 云飞扬有蒙面人传授上乘武功,对这种入门功夫,当然不缺一顾 但为了让师妹开心,还是一本正经的跟学照练 云飞扬以为师妹有意将香囊留下,对自己示好,便写了封回信放在香囊里 傍晚来到师妹房前,争巧师叔夜巡至此,见云飞扬鬼鬼祟祟的,上前夺过香囊,逼他将书信读出来 因此,云飞扬被执法师叔,罚挑水一年 此时,山下警钟响起,公松洪与师妹应传武当,要捉拿管中流 三人正想动手,却被白石揽下,管中流卫长没伤势而来,是武当的客人 这件事,理应由武当出面解决,随即一声令下,众弟子摆下北斗七星剑阵 几番交手,公孙洪二人攻势凶猛,武当弟子渐入不敌之势 原来七星剑阵共有七七四十九士,前二十八士只守不攻,全无杀招 意在让敌人知难而退,但后二十一士杀伤力巨大,没有掌门命令,不得使出 这时,众人看出以公孙洪二人的武功,不使出后二十一士很难困住他们 于是请示清松用后二十一士应敌,清松看着阵中女子犹豫不决 但看弟子接连落败,情急之下,还是下令使出后二十一士 用最后二十一士 是 弟子断,七星剑法,从阴到阳 师妹,这一招看起来不简单